亲爱的Ghost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王荣Emily 现在我在上海宾馆隔离的第13天 我想来带大家看看 我的隔离生活是怎么样的 这是很小的一间酒店的房间 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单人床 然后这里其实有一个柜子 是你可以放衣服的 然后在床的旁边有一张书桌 这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一个电视机 是我每天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地方 然后这里还有个架子 因为要在这里住很多天 所以我买了必须要用的一些书 还有素容咖啡 还有一些吃的 然后这边这个窗户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窗户的 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外面是上海 我非常想念的上海 然后这里是我的同事 Maria给我送的一盆花 她希望我在这里住的14天 也能够很开心 确实也帮助了我不少 然后在这个旁边 这是一个卫生间 就让我高兴的 其实还是这个卫生间 还算比较的干净 对 然后这里是洗漱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我在晾衣服 因为在这边住14天 所以你不得不洗衣服 在这里每天早餐 午餐和晚餐 分别会在6点 12点和18点 他们送过来 放在门口 然后你可以去拿 然后还有每天 你必须要测两次体温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 都要及时告诉他们 另外还有什么 另外就很简单的生活 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你 不知道如果是你们 一个人在这么小的地方 住14天是什么样的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没有意思 但是后来慢慢的 我买了几本书 所以每天除了工作 我可以看书 然后我也做了很多运动 好像慢慢的我也适应了 然后因为我很长时间 都在加拿大和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其实和大家工作的时间 可以聊天的时间不是很多 但是在这里起码 可以每个白天 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聊天 所以我还是比较高兴的 所以我们就要到了 我们下期间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